汽车尾灯掉了下来 紧接着从孔洞里伸出一只手 手臂在外面不断摇摆 很快 一位路人注意到这辆车 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向佛伯勒汇报了位置 路人随后加速赶上去 想要看清司机的脸 佛伯勒还没来得及阻止 女司机看向对面的男人 男人发现一样 打草经车 一个加速变现 驶离了高速公路 汽车继续高速行驶 车尾灯的孔洞 留下一堆白色油漆 油漆撒在路上 在路面形成一道白线 来到下个红绿灯 轿车停了下来 旁边的西装 难看到地上的油漆 摇下车窗 好心地提醒男人 男人通过后视镜 发现了油漆 深情十分紧张 信号灯刚刚变了 他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紧先撞到旁边的汽车 汽车开到无人之处 男人把车停下来 重重地关上车门 外部来到车尾 男人看到损坏的尾灯和油漆 车里的女孩被吓得魂飞魄散 男人一把掀开后备箱 抢过螺丝刀 抵住女孩 男人愤怒地回到车里拿迷药 他想重新迷晕女孩 这时 刚刚那位西装男出现了 他感觉事情有点蹊跷 就跟了上来 男人把迷药塞进裤头 用螺丝刀顶在女孩脸上 女孩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男人随便应付了几句 打发了西装男 西装男返回车里 可他看出了男人的慌张 随即掏出手机 拨打报警电话 男人用铲子干碎了玻璃 抢过西装男的手机 摔在地上 把手机砸得稀巴烂 紧接着 用户迟离银铲 干翻了西装男 男人裤斗里的玻璃瓶被撞碎 玻璃扎洒了一地 警方定位西装男的手机信号 找到了汽车的位置 可等到缩活了赶到现场 车面却空无一人 车上的指纹也被清理过 这时 警长看向了地上的碎玻璃 女孩和一具尸体一起 被关在后备箱 女孩拨打了报警电话 突然 旁边的尸体醒了过来 男人点亮打火机 拼命跟扎 女人让他别叫 可男人非要作死 这下惊动了司机 司机把车停在路边 掏起一把螺丝刀走了下来 打开后备箱 对着男人哭哧哭哧几下 这个男人变成了真正的尸体 回到车里 汽车向山里驶去 女孩和佛波罗保持通话 可手机用的是零食卡 无法定位位置 很快 手机要没电了 汽车的油辆见底 丧表把车停到一个加油站 下车加油 女孩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是加油站的员工 她心里有了主意 女孩从后备箱 推开后排座椅 分离向外爬 此时男人正在加油 没有注意车里的情况 子奈自己身材太好 女孩被卡在座椅中间 很难在前进分毫 女孩挥动手臂 想要引起加油员的注意 加油员一直没看向这边 女孩深知 如果错过这次获救的机会 自己将九死一生 她向外大声呼叫 加油员听到了叫喊声 看向车里 加油员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她想要去拉车门 丧表又要使把车锁死 加油员套出一把小刀 对准丧彪 逼着丧彪开门 把女孩放出来 丧彪一脸淡定 加油员向前逼近 丧彪抄起加油枪 把气油刺了加油员一身一脸 紧接着 丧彪偷出打火机 打招呼 熊熊烈火包裹了加油员 丧彪冲到车尾 并深深把女孩拖回到后备箱了 一气重拳 女孩被打晕了过去 男人驾车逃离现场 来到一个木屋前 把车停下 扛起后备箱里的女孩 这时丧彪发现 女孩口袋里一直藏有一部手机 手机还在和佛波罗保持通话 当捂住女孩的嘴 把电话放在了耳边 男人推来一把轮椅 一个女人坐在上面 手脚被捆绑住 男人把轮椅放平 轮椅变成了一张床 打开水龙头放水 男人又打开储气瓶阀门 把呼吸嘴按在女人脸上 吸入麻醉剂 女人立刻变得神志不清起来 双手逐渐停止了挣扎 男人剪碎了她的衣服 竟然开始给女人洗头 这个变态又打开了录音机 放入一盘磁带 开始播放音乐 拿起梳子 认真地给女人梳头 直到她满意了 转身去拿锤风机 这时 女人的手挣脱了束缚 拿起旁边的发胶 吞向男人的双眼 男人吃洞倒地 女人转身就跑 来到一个房间 关上门 里面的情景就让她吃惊不已 紧接着 男人破门而入 把女人拖了出去 另一边 扶拨了接线员黑妹 反复去听刚刚和女孩通话的录音 拨滤掉杂音 她隐约听到对面传来 喀叭喀叭的声响 通过分析手机机站的信号 锁定了男人的大致位置 黑妹驱车赶往机站附近的山里 山坡上只有一栋房子 进入到房间内部 里面空无一人 再去翻杂物箱 黑妹找到一些照片 她认出这是年轻时的丧彪 照片里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 后来因为得病失去了头发 这应该就是丧彪的女友 走到屋外 黑妹听到了熟悉的咔咔声 寻声查探 原来是一把钥匙随风飘搭 不断敲击铁管 在地面上 黑妹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打开地下室的门 丧彪应该就躲在里面 拿起电话准备摇人 咳手一滑 电话掉进了地下室 黑妹爬了下去 突然她听到一阵脚步声 黑妹躲在门后 在门后向外看 丧彪拿起模特上的头发 开始疯狂瞬息 似乎沉醉于这种味道 然而 看到头套开始脱发 丧彪似乎不满意自己的作品 把头套一把扔到冰箱里 丧彪来到女孩的床前 女孩被绑在床上 拿起手术刀 丧彪在女人额头画了一条线 把刀对准女孩的额头 刚要割下去 黑妹冲了出来 用石膏像干翻了丧彪 丧彪昏倒在地 割断女孩的绑带 黑妹把女孩救下来 两人一阵狂奔 跑出了地下室 眼看就要爬出来 丧彪拽住了黑妹的腿 拼命往下拖 黑妹使劲向下踹 终于摆脱了丧彪 跑到地面上 丧彪随后也爬了出来 裤子一下 后面的女孩把剪刀 插进了丧彪的后背 丧彪拔出剪刀 恶狠狠地看向女孩 黑妹反了回来 一脚把丧彪踹到洞口 女孩紧接着也拖了一脚 丧彪跌落到地下室内 云了过去 黑妹逃出手机 刚要报警 女孩却让她等一等 类人寻味地看着黑妹 黑妹明白了女孩的意思 两个女人把丧彪绑在座椅上 丧彪问为什么佛波罗还没来 女孩无情地看着她 两人走出了房间 丧彪绝望地挣扎 黑妹 黑物伟负转 黑妹 这东西已经完成了 黑妹